来我们看一下测题 它说小明在平地上测得一直立的高楼 它顶端仰角是45度 它面向这个高楼对吧 向前执行30公尺之后 测得高楼顶点仰角是60度 问你小明第二次仰角的时候 距离高楼底部为多少公尺 来像这怎么做 麻烦你这一把怎样 先把它画出好不好 OK 这是第一面 那这边有高楼 这样行不行 第一次的时候 小明先站在这边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后 之后他看一下 高楼顶点在这边 小明在这边 他往上看告诉我 这个仰角是几度 45度 这样行不行 他往上看这仰角是几度 45度 好 之后他往高楼方向前进 执行几公尺 执行30公尺 到这边之后 好 他在这边 第二次的时候 他在往上看 请你告诉我 这时候 岩角是几度 60度 这样行不行 好 今天求多少 麻烦你今天将谁 今天求多少 求小明第二次岩角是 第二次岩角是在这边 第二次岩角的时候 和高楼底部 这时候距离多少公尺 这样行不行 来老师想请问一下 老师在强调 像这种是基本三角测量提醒 老师在强调 当你看到这题目时 你观察一下 他有几个直角三角形 有几个 有两个 对吧 一个是这个小的 可不可以 一个是这个小的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这个大的 这样行不行 一个是这段大的 这样行不行 好 这时候怎么算 麻烦你 好不好 先看小的这一块 今天求多少 今天求第二次岩角的时候 和高楼底部 这段距离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要求这段距离 那不要客气 我就直接把这段距离 假设成几 X 好不好 好 麻烦你 你看一下 老师刚刚讲过 先看这小的 对不对 你看一下这小的 这是个直角三角形 这几度 这60度 他比例是起 2比1比 根号3 1比根号3 1比根号3 所以说告诉我 这边是AK10 那这边是根号3 AK10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 因为这是60度嘛 2比1比根号3嘛 1比根号3 这边是AK10 那这边又是根号3 AK10 这样行不行 好 看完小的这个直角三角形 你再看大的 大的 这个直角三角形 告诉我这边是几度 45度 所以说告诉我这两个腰是什么腰 等腰 对不对 因为它是45度嘛 所以说这也是45度嘛 所以说这两个腰是什么腰 等腰 可见这两段长度有没有一样 有吧 所以说我可以知道 这30加3AK10 会等于根号3AK10 这样行不行 麻烦你求AK10怎么算 这样行不行 把这AK10算出来 答案就出来了嘛 首先把它移过来好不好 变成多少 根号3AK10 减掉AK10 等于30 这样行不行 好麻烦你提出AK10 好吧 变根号3-3AK等于30 这样行不行 把成的一块变什么 除的 所以AK10 就等于根号3 减一分之30 好 洗到这边 麻烦你把AK10算出来 怎么算 麻烦你去把解案 有理化 来怎么有理化 有理化 标准方法是把分子分母上下同乘起 根号3加1行不行 来老师 这边直接用数解 怎么有理化比较快 直接分母地方 平方减平方 这根号3平方四起 3 这12平方四起 1 3-1四起 2 那有理化之后 你观察一下 原本根号-1的 页越化之后 变成根号加1 这样行不行 写到这边 2和30可不可以约分 可以 变成15倍多少 根号3 加1 是出来了 可不可以 可以 麻烦你 把自己把解案 整理一下 这样行不行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下去 请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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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ensland 好 好 很 好